民进党花莲县的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在选战剩下30多天的时间里 是激情地展开了拜票的行程 11号下午在北花莲地区进行扫接拜票 同时在花莲市民代表欧燕志 田真旗以及庄一杰的陪同之下进行拜票行程 希望乡亲能够给予最大的支持 一起改变花莲 并且打破花莲富士王朝的诉求 四位花莲立委候选人当中 民进党张美慧是现任的县议员 也是目前绿营在花莲最有实力的政治人物 在花莲是否能够翻转蓝大于绿的政治版图 备受关注 所以我们其实要跟详情近距离的接触跟见面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能够进到大街小巷的方式 随时停下来 那我们这一次小勇士们小蜜蜂们 也能够即刻的即战力的上场 那我们今天的市集就邀请到三位市民代表 我们在我们竞选总部的周遭的街道 跟大家来问好来道好 希望大家明年的1月13号 缓解挺台湾决定新花莲 让美会进国会 让我们一起来为花莲打拼 改变花莲翻转花莲 让花莲会更好 缓解挺台湾决定新花莲 耐亲的小美琴张美惠 够帅够帅够帅 花莲立委选举四人登记两强对决 张美惠强调 他将与最了解花莲相亲的小美琴 在副总统立委位置 一起替花莲争取更多的建设和发展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加油 小心 加油 加油 太棒了